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连有两个台风生成了 分别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 苏拉台风 还有今年的第十号台风 丹瑞台风 这两个台风呢 预计在短期之内都不会影响台湾的 所以接下来中午假期 各地还是维持比较典型夏季型 白天高温炎热 中午过后局部午后震雨的天气形态 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山区呢 午后震雨的雨势会比较大 甚至会伴随着打雷 雷震雨的状况 所以提醒大家 中午之后呢 前往山区要多加留意路况了 也要记得攜带雨具 那么没有下雨的时候啊 温度还是相当的高的 比较眼热闷热一点 大家外处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 好我们下面看一下卫视云图 可以看到目前太平洋上面 其实有两个台风正在发展当中 第一个呢 就是非常接近台湾的这个苏拉台风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在比较远洋的这个丹瑞台风 那么单日台风呢 接下来会北转 所以对台湾来说 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呢 就要特别留意哦 这个比较接近台湾的苏拉台风了 那么接下来呢 它会现在原地 有个绕圈圈打转的现象 那么接下来 再往台湾近海的方向前进 预计比较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会落在下个星期二 到下个星期四这之间 可以看到它的路径呢 会先往南边绕一圈之后 在接近台湾的近海 不过现在呢 因为时间还比较远一点点 所以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 以及影响台湾的程度 有多少变化变数还非常的大哦 那么呢 有些预报呢 是预报呢 会直扑台湾而来 那么有一些呢 预测是会往巴士海峡的方向前进 所以现在变化还非常的大 预计呢 要等到礼拜天下 礼拜一左右呢 会比较明朗一些些 所以提醒大家 未来这几天呢 还是要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动态了 好 所以在短期之内呢 各地天气状况啊 还是比较典型夏季型的 高温炎热 中午过后 局部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可以看到 在接下来这两天呢 周末假期 礼拜六礼拜天 白天都是非常晴朗稳定的天气 中午过后呢 就有机会 一些午后震雨发展起来 慢慢的往平地扩展下来 所以啊 接下来这几天 大致上来说 天气都很类似 都是典型夏季型的天气形态啊 要留意的就是午后雷震雨了 提醒大家 中午之后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 那么下礼拜二之后的天气呢 就要看南边这个苏拉台风 它接下来的路径变化了 变数还非常的大 提醒大家要持续更新最新的台风动态哦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呢 接下来这一周都还是相当的炎热闷热的 北部地区的高温来到35度了 那么中部南部地区也来到33度到34度左右哦 都是相当炎热闷热的天气情况 东半部地区呢 则是来到32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呢 外出真的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请假防晒小心中暑了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呢 天气都很类似 大环境呢 吹着偏东风 所以东半部地区呢 要留意云量稍微多一点点 局部地区零零星星的迎风面短暂雨 那么西半部地区呢 则是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局部午后雷震雨 提醒大家啊 这个中午之后外出都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那么苏拉台风呢 变数还非常的大 但是非常有机会 影响台湾下个礼拜的天气 也提醒大家要持续更新最新的台风动态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